我们种植黄瓜一定要学会大水小水的轮换 我们浇大水它能浇到透 但是缺点就是浇水不干 浇水就炒好几天了它不干 不干之后黄瓜的毛细根炒了一天 它不吐气 很多毛细根就损伤了就坏了 然后慢慢干了之后重新长根 这是我们浇大水的坏处 但是好处浇大水之后水水充足 那肥料好吸收这是好处 然后我们浇小水的好处浇完水马上透气 浇完水马上透气 然后缺点一直浇小水边上就干了 就是我们低管的边上远处 就是我们笼的边上就干了 干了之后绝不有水 很多根系它没有水分吸收 所以说我们种黄瓜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大小水轮换 我们一般浇大水主要是浇透 整个龙全浇透 浇小水就是浇一半 浇龙的浇一半 然后它渗下去它透气了 我们一般浇一次大水 然后剩下两三次 两三次我们浇小水 然后我们浇大水之后 有个事浇大水之后 湿度非常大 它容易生病 所以说我们浇大水的同时 我们应用配上杀卷剂 随水冲行了 内心像杀卷剂 随水冲 或者说我们是浇水的前后 先打错药 防止浇大水 是做大性病 这是我们黄瓜的 种植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们下单出现 所以我们下单出现 那么就不允许 其实我们下单出现